速冰 让维师看看 师父 你快救救我爹 维师一定尽力 速冰 很遗憾 维师也救不了 你父亲年事太高 想必 这些年来 他一直用丹药维持生计 如今 你父亲生机耗尽 现在的身体状况 无法承受丝毫要力 你 解爱顺便吧 师父 你骗我对不对 您一定有办法救我爹 对吗 徒儿的娘亲已经不在了 爹爹是唯一的亲人了 求求您 求求我爹 求您了 你父亲的身体技能已经到了尽头 但他此刻还能听到你的声音 别哭 别让他带着牵挂离开 师父 你有办法让我爹清醒吗 让他一会儿也行 爹 冰儿 生老病死 乃天道法则 没人能逃脱 你不要难过 爹能坚持到 看你长大成人 死而无憾了 可怜的孩子 一娘生前 争强好胜 非得让你败入皇府圣宗 这些年 苦了你了 爹并不想复仇 只想 你平安快乐地度过一生 当年若不是坦坦玄州 废掉你的灵池 名字会落到如此地步 何时 你为何一直说不怪他 女儿真的想不通 其实 宗主是为父的师兄 带我侵入手足 当年 公孙阳春陷害爹 是宗主念旧情 力拍忠意 仅是将我逐出宗门 其实 宗主知道这个地方 爹能活到现在 除了你给爹服用的丹药 宗主每年也会送血丹药过来 还会陪我闲聊数日 不过 为了一方万一 爹没跟他说过 你是我女儿 如今 宗主相信我是无辜的 他也想处死公孙阳春 可是 那些前修的老古董 才是真正的母后推手 若宗主处死公孙阳春 必定轻移发而动全身 他宗主之位难保 所以啊 爹不让你怪宗主 爹 您放心 女儿拜了一位师父 有他指点 女儿总有一天会亲手杀了公孙阳春 为您报仇血恨 把属于您的全都夺回来 可是 爹 您不许跟他说 放心 爹有分寸 女儿 你先出去 爹和你师父说几句话 老朽的时间不多了 有些请求 希望您答应 您能否答应老朽 照顾好兵 非但没照顾好他 反而一直是他的累质 宿兵是我的徒儿 我一定会照顾好他 那 您能否答应老朽 只要兵儿未嫁 您都不抛弃他 一直照顾他 好 他一日不嫁 我便照顾他一日 好 好啊 老朽 死而无憾了 您能不能答应老朽最后一个请求 您说 能否让女儿的师父长什么样 这 师父 您放心 徒儿不会窥视的 好 好啊 你能让我女儿心甘情愿拜你为师 今后的成就定能护我女儿周全 你让兵儿进来 我和他说两句话 还请你在外面等候 爹 您笑什么 宿兵 你师父 人很好 调 调 调،调rimin 你看压 感谢观看